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 大新聞大爆掛 你知道嗎 你確診了 然後要開這個抗病毒藥物的開藥流程 有多繁瑣 這是醫院的臨床醫師說 這個要改一改了吧 因為先什麼花個30分鐘 要確認藥物有沒有交互作用 那附加5天連續追蹤 換句話說 上頭就算開了多少要進來 不管是視訊 門診 或是急診 其實很難開力抗病毒藥 那有專家就說 重症高風險的病人 必須要5天之內給藥 否則一定死傷慘重 董哥 因為我們依照現在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你剛確診的時候 3天之內投藥其實是最好 那我們政府不曉得為什麼就習 對這個藥非常愛習 捨不得給老百姓 28萬確診 送藥不到2000份 1959 是啊 就是說他捨不得給老百姓用 不曉得他囤積這些要幹嘛 我們現在 還是送太多擔心大家囤積 因為他這個完全講不通 太便宜也擔心大家囤積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政策 到目前為止他已經只管重症了 希望重症不要死 因為死亡的數 你是沒辦法隱瞞的 死亡數多少人就沒辦法隱瞞 因為死了嘛 那中症希望他不要重症 那輕症就不理你了 輕症是你家的事了 那輕症裡面又有非常多的黑數 黑數無限啊 譬如說你今天來公司上班 你說我有 所以我周遭的人 九宮格什麼什麼 很多人就會怨你 因為很多私人公司 你不上班是沒錢的 沒有沒有錢可以領 那公家的很多人覺得我 我確診我還是有錢領 所以我要稀報我有 然後我就在家睡覺睡一個禮拜 多少錢照領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假的東西 會這樣輕症嘛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就現在政府他就是 對於這個頭藥 這個藥已經講很久 他也一直收有 我也相信你有 那為什麼捨不得給老百姓 對啊 我們現在要從過去的瑞德西韋 然後後來輝瑞還有莫沙東 這三樣在國內 我們老實講要是給民眾來服用 是夠的 那我們那時候政府 崔西韋多厲害 瑞德西韋被我們中研驗 破解百分之九十幾 兩年多前就這樣講了 而且蔡英文還跑到現場 哇你看台灣多厲害 國家隊 藥物國家隊 口罩國家隊 然後疫苗也要國家隊 快篩也要國家隊 結果呢 這些隊呢 虧不成金啦 你可以看兩年多前講的國家隊 那最後呢 最後那時候就是每天在做大宣傳 對不對 瑞德西韋說我們是 由我們台大化學系一個博士 在他們公司領金啊 現在全世界都要服用 台灣人領導 在這家藥廠沉的 瑞德西韋 哇那時候到處吹嘻 記不記得 那現在呢 現在光大家希望說能夠有個藥 我們就躲躲閃閃跟你規定一大堆 你有藥為什麼不要給老百姓 給老百姓整整給他用 其實有的人真的 雖然被認為是輕症 可是看起來就非常嚴重 是啊 那你要等他成為重症嗎 所以我說 你今天看到我們政府對付這個方式 就是雙手一攤 那他現在用的就是 我用大量的媒體來講 我們 我們工作多辛苦啊 多累啊 我們醫護人員都怎麼樣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柔宜金先生 衣服都沒得洗啊 他每天就用這種來補感情啊 然後大家 沒有人去掛醫護人員啊 沒有人啊 全台灣每個人都非常同情 醫護人員用紙箱 在那邊吃便當 大家看了眼淚都快流下來了 對不對 看到他們口罩偷下來 這邊都是那種痕跡 看了非常不冷 你知道我們周遭任何朋友 誰會不認識醫護人員 你 你的人際網路在插都會認識吧 你總會認識 你姐姐的同學在當護士 怎麼會不會呢 每個人都會他覺得很痛心啊 可是為了這個防疫 大家很認真的在打這個狀況 可是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沒有彰化 對不對 口罩 14天排隊可以買9個 大家排得半死 我們口罩真的那麼少嗎 沒有 因為我們要把他省下來 因為我們政府他有政治目的 他想到全世界做文献 台灣 台灣到處站住 哇 好了不起喔 對不對 他就玩這一套啊 那口罩呢 8塊錢也在賣 7塊6塊也在賣 最後4塊也在賣 那現在市面上2塊 為什麼 今天又市面上是開放了 大家都知道買得到便宜了嘛 政府抓住的時候賣8塊 後來被罵到賣4塊 那現在開放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快篩不能開放 又開放外面就便宜了嘛 我朋友從歐盟那邊傳過來 就是0.99啊 一劑0.99歐元大概30塊啊 所以你如果大量開放就會便宜 政府就 政府跟他的那些支持者 跟他的樁腳就賺不到錢了 你知道嗎 所以快篩 我買前面我買很多 因為我比較慎重 我一劑都買300塊 現在政府賣100塊 那請下200塊是被誰賺走 300塊也可以賣100塊也可以賣 那同樣的東西耶 一模一樣的東西耶 那請問那200塊誰賺走 你們每天在講的天花亂墜 你們靠的就是媒體在那邊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非常氣就是氣這樣 那弄到最後我那天很認真的看 我們這家200萬資本兒的這個老闆在那邊講話 他說其實國民黨沒有罵我 我也做不到所以我氣單 國民黨沒有罵我我也做不到 這是他在記者會講的啊 那陳時中說他是殷實商人 說就是你們害得我們本來好不容易拿到 好不容易拿到1700萬資 都被你們國民黨講 你們要給我想辦法 哇然後立營就鋪天蓋地了 然後後來中央一集總指揮東京開啟 就有人家問他 他們說沒有啊 那家公司根本還沒有來得來 來標啊 他還沒有來標我們沒跟他簽約啊 那你們在鬼扯什麼 所有東西就是甩鍋 發現不對趕快甩鍋 然後趕快打迷糊仗 然後他的那些 周邊的側翼他的立委趕快出來 國民黨害全民沒有快篩 把一家買到快篩的人 好像東西都進來了把它打到沒有 國民黨要負責 欸這什麼垃圾黨啊 你可以看他們的不要眼已經到天下無敵 你知道嗎 人家老闆自己都講 國民黨沒有打我 我也做不到 我本來就要棄丹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 整個民進黨政府 現在他其實已經完全亂了套 他完全沒辦法去防治了 今天告訴國人一件事情 就是你就自生自滅 那我們政府只救一樣東西 只救重症了 因為我們不要增加死亡量 所以你們不要再到醫院來騷擾我們 不是 董哥你講這個 重症的話有時候就是可能 輕症也可能轉重症啊 是 對不對 所以我才想要問漢婷 你當時在居家照護期間 你視訊診療還有開藥的部分 怎麼樣還順利嗎 因為在剛剛記者會上 有人就問陳忠說 有居家照護的病人 為了拿這個口服藥 像五家醫院請領藥物失敗 有的醫院沒有備藥 我身邊有同事 我沒有記者就是這樣子 排那個試驗診療 排到最後告訴他沒藥 有的只提供慢性藥物 沒給口服藥 就算這個患者使用了 健康益友APP 也要10天之後才能看 10天之後才能看 那指揮中心你怎麼看呢 陳忠說 我從來沒有遇到同一個病人 遇到這種十幾種的情況 他可能遇到一兩種啦 我想這個形容好像有一點點 他就點點點 意思是太誇張了是不是 首先我沒有去做視訊診療 我也沒有去拿藥 在防疫旅館裡面 不敢濫用醫療資源 對吧 這是如果用了之後 肯定會被罵 我又不是林靜儀啊 我也不是周遇寇啊 什麼的 我們小老百姓 覺得大概自己還撐得下去 然後我是請朋友 到中醫那邊幫我開了 開了清冠醫後送過來 但當時是還夠到現在其實已經是不夠了 不夠上禮拜我們記者 何慧榮他確診他就不夠了 他是朋友後來朋友接記他的 對對對 就是現在都只能靠大家自力救濟 然後目前的藥物的部分 是確診了28萬人嘛 可是我們的整體送藥說 不到2000份 好 那麼可是那到底台灣 有沒有這麼多的藥物呢 陳時中在5月6號的時候 5月6號一份新聞 大家已經很擔心說 你口服藥數量會不會供不應求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 最基本的東西夠不夠 陳時中說 藥物一定夠 他說過去我們預估會有360萬人確診 目前進貨37萬多藥物一定夠 360萬人確診 然後你只買了37萬份的藥 然後他還告訴大家藥物一定夠 一定夠 有病吧 那有病吧 這陳時中跟整個指揮中心 然後還有這所有的名將上下 全部都封了吧 他們是都封了嗎 還是他們都是禽獸 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陳時中又給解釋啊 他說因為用藥有限制嘛 所以不會那麼多的人 都需要用到藥 對 我也以為這個用藥有限制 比如說有些是敏感啊 過敏啊 或者他身體不適合吃藥 不是 他就是幹嘛呢 他那個限制就是純粹因為 擔心藥會發的太多 所以要限制 那這不就本末導致嗎 那藥的本身就是為了要救人的啊 然後你說我們不要救給 我們不要救那麼多人 所以少救一點 那你不就是沒救到人嗎 然後實際 所以這是5月6號的新聞 民進黨每一次說足夠的東西 就肯定是不夠的東西 每一次說這個什麼東西都夠 大家放心啊 口罩夠就缺口罩 疫苗夠就缺疫苗 快篩夠缺快篩 現在就講說藥物夠 沒過 我肯定相信你 就是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內 一定又會發現 我們現在痛批快篩的過去痛批疫苗的 過去痛批口罩的 未來一定也會痛批 藥物是準備不夠的 因為民進黨每一次說足夠 他就以為是那種銀行在擠兌知道嗎 銀行每次跟大家說放心啊 這個大家不要來領錢 我們錢一定夠 那實際上什麼 那就是你錢不夠 你才要大家不要來領啊 你才要騙大家說藥物是足夠的 所以陳時中就是這樣 他之所以告訴大家藥物一定夠 第一種他真的無知 他真的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我比較相信這應該是真實的狀況 因為他過去以來長期都是處於這種 對疫情的認識的無知 就再舉一次我們以前大包掛講的嘛 他4月12號跟周玉寇上節目說 4月底的時候單日破千 結果4月底的時候已經單日到1萬5了 破萬了 對啊已經破萬了 他的預估差了15倍 所以他對疫情的判斷是失準的 他對疫情的預估是無能的 整個國衛院也好 中央研究院也好 2020年像董哥說的 2020年就在那邊吹 我們快篩大成功了 結果搞到現在快篩根本就啥也沒有 以前吹多好現在都沒有 好 那麼這一次呢 藥物之所以就是大家拿不到 或大家很擔心 第一個呢 純粹就是因為數量有限 那第二個呢是手續非常的繁瑣 在前面那一張有那個 有一張做了一張表格 就是你什麼視訊APP啊 對 視訊APP 然後你還要這個聯絡啊 什麼的那個過程非常的繁雜 非常繁瑣 光看我就要看很久 對 然後呢這個 而且最主要是哪有那麼多醫生啊 對 你看我們現在每天要增加 4萬名確診 就算說當中4萬全部都是輕症者 就4萬個人每天都要視訊看醫生 台灣哪來那麼多醫生 每天就給你看4萬個人呢 是啊 就沒有 而且是每天 不是說今天要4萬個結束 大家可以休息 或者是4萬個人我們分一下 沒有 每天有上萬個人 然後都要來掛視訊的門診 就台灣的醫療有可能撐得住嗎 那個時候我們 那個時候還是每天大約在1-2000例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中 你會讓大家視訊門診 那個就已經是撐不住了 更何況視訊完了之後呢 還要開藥 然後現在更愚蠢的幹嘛呢 視訊來驗證你 是不是快篩陽性等於確診 所以你要一邊開著視訊 然後一邊戳鼻孔 然後戳完還要在醫生面前 放給他看15分鐘 然後這個醫生才說 好 你真的確診 然後醫生就看下一個 那醫生光看你這樣就保了 他還要去救人嗎 這有什麼意義嗎 你一定要守護住 任何的醫療量能嗎 你不是把醫療最珍貴的 以及最重要的 最應該要守護的醫療的量能 我們醫護的人員 你讓他跑去寫公文 然後要去寫 就要去觀察說 哎呀 這個人用藥之後 五天的追蹤 真的 因為我開清冠 然後那個清冠的時候 中醫生也是傳來說 我必須要去回填 我這十天的溫度 然後血氧 我哪來的血氧機 就給你填血氧 對吧 那這個醫生 因為反正就是我自己填 對吧 可是很多人他如果不會自己填 那醫生拿去幫他回填 醫生要去追蹤 拜託你今天的用藥狀況 怎麼樣再給我 有病嗎 民進黨不是說 這就是所謂的流感 那通常我們去診所 拿藥看流感 看耳鼻喉客 看感冒的時候 醫生拿來天天打電話 給你用藥怎麼樣 不會啊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嘴上說的跟實際上 做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第二個更嚴重更爛的就是 每一次都是嚴過於刑 你就先吹先做 包含這個所謂的視訊 診療跟開藥 就先指揮中心告訴大家 我們有藥了 我們去診所就可以拿藥了 我們放寬了 好好好 然後底下影片 好棒喔 結果診所沒有通知啊 藥局沒有通知啊 沒有東西啊 藥沒有進來啊 藥都還沒發到藥局 然後你指揮中心跟他說 你趕快去藥局拿藥 過去就PCR財經也是一樣 我們診所也可以PCR了 然後診所說沒有 沒有收到通知啊 真的說我們設備還沒準備好啊 真的說我們場地也沒準備好 我們人力也沒準備好啊 指揮中心已經先講 然後也把電話都公布出去 所以指揮中心上上下 就是有洞的一個團體嘛 他不僅是防疫上無能 而且是連行政程序上都失能 他不是單純的說 面對疫情沒有辦法處理 面對購買東西沒有辦法 是連這麼最簡單的東西 你先聯絡一下 確認你這間店準備好了沒 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再公布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流程 很簡單的過程嗎 那連這個都做不好 為什麼 就是疫情失控 疫情失控 要怪就怪病毒 那這個疫情失控 你不是說你都已經準備好 你叫新台灣模式嗎 新台灣模式 現在每聽一次就可笑一次啊 漸進共存 那就跟民進黨是漸進的失敗 民進黨漸進的墮落 漸進的腐敗 跟漸進的智障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 當然我們還是很悲觀的 這樣說每一天都看到 這麼多不幸的案件 每一天都發現了 有不幸的亡者 我們都表達了非常的傷心跟難過 但是指揮中心跟整個民進黨 從來都沒有任何傷心跟難過之意 這才是讓我們覺得 最痛心的地方 為什麼執政黨能夠如此冷血 而且他還每天的不斷的在吹 然後每天不斷的告訴大家 我們確診會到360萬 我們預估未來會越來越往上 不是 你不要光預估嘛 你預估歸預估 你做點時事 你做點讓大家減少死亡的事情好不好 結果都沒有做 因為就連最基本的聯絡 你都做不好 旺旺水城的它是 微酸性電子次律酸水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 可以享有優惠